不管你怎麼樣 我先請教一下謝律師好了 其實剛剛我們有講到這部分 就是說現在他們到了這個階段 就是除了斷訊之外 難道沒有其他協商的可能性了嗎 就這法律的角度來看 是 那當然在本件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像之前郭台銘所講的 魔鬼藏在細節裡 那今天來講的話 到底今天契約所指的 今天數位有限電視 不在授權範圍內 到底含不含在目前有限系統底下 在一個過渡時期 必須用一個數位訊號 跟一個類比訊號 一個重疊的一個過程底下 所以變成說當初這個條款 在解釋上 雙方在認知上 有沒有什麼產生期見 或者是其實雙方都知道 故意 故意把它模糊化 所以變成說在合約上 一旦這邊產生了 這樣的一個期見的時候 那當然選擇方法有很多種 包含我今天可以繼續維持現狀 那我等將來之後 四足賽撥完了 那我將來如果真的有違約了 法院認為說 的確在雙載系統底下 你今天不可以 還是把它提供給凱布 你必須用別的機制 把它扣除掉 那如果在這種情形底下來講的話 那將來愛爾達可以像今天年代 跟凱布來做一個求償的動作 那當然現在變成說 對愛爾達來講 採取一個最直接的策略 我就直接把你斷貨了 那斷貨來講的話 當然某種程度會延伸 非常龐大的一個問題 在不管從觀眾 所以我簡單來講 其實它可以先讓年代播完 再去處理後續的問題 它不一定要馬上斷訊 就您剛剛講 其實方法很多種 但它現在選擇最極端的方式 因為其實變成說 現在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在於說 為什麼你愛爾達一定要斷訊 你斷訊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有可能是你愛爾達 今天已經把這個區塊 獨家授權給了MOD 那這個時候 你為了避免對它違約 所以這個時候 你必須只好去做這個斷訊的動作 可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得到 愛爾達又把這樣的東西 給了TVBS跟公視來播 那同樣的公視跟TVBS 也有可能走數位訊號 傳送到這個有線電視的收視戶 所以變成說 如果還可以這樣做的話 那其實對MOD來講的話 是某種程度 從這個後面的現象來看 是不會產生衝突的 那既然不會產生衝突 沒有這樣的一個緊急性存在 那你今天在這樣一個 有爭議的狀況底下 直接採取這個動作 它影響的層面非常大 你從觀眾的收視權來看 那其實也包含 從整個一個法律的一個 很多多層次的一個廠商的結構 包含廣告商 包含其他的系統業者 電視台 都會因為這件事情 變成捲入了整個一個 法律事件的一個漩渦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直接的 在法律面上來講的話 我可以說它是在策略上 是一個說哈的動作 歐伯律師 你從這個法律的觀點來看 剛剛講說這個內容莫名其妙 但是是年代莫名其妙 還是艾爾達莫名其妙 因為畢竟剛剛我們也討論過 也許雙方都已經知道這個狀況了 那但是還是去簽這個合約 所以到底是年代問題 還是艾爾達的問題 我想簽在合約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每一個文字 它的表真的是什麼樣的意義 在法律上會產生什麼樣的效力 但是我們剛剛講 現在的現狀就是已經搭 很多人都用這個數位基上核 而且裡面都是類比跟數位都有 很多家家戶戶是這樣 那我相信艾爾達在簽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狀況 所以像東斌哥講 你擺明是坑人嗎 我等到出問題的時候 我就直接說你違約 所以變成說今天如果到法院 在法官面前 那法官就得來思索 到底你當初 你這個合約的文字 是要把它定位在哪邊 是說我今天講的數位有限來講的話 是單純說排除MOD這種數位互動的情況 還是說只要連數位訊號這些傳播出去 都包含在裡面 所以變成說這個會思考到 到底當初雙方在簽約 他的邏輯是什麼 那如果雙方其實搞不清楚的話 我們就得跳脫 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看 那如果客觀角度來講 我們對得來思索說 到底在現在這樣一個雙彩環境 有一個重疊的過渡時間 類比跟數位訊號 在有限電視裡面去亂竄的時候 那這種情況底下來講 我們怎麼樣去理解這樣一個文字 所以即使有數位有限電視 解釋上不一定是艾爾達 或者是年代的角度去解釋 我們從一個客觀第三人 所以剛才其實包含主管機關 他的解釋其實代表很大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立場 他要解釋是莫名其妙嗎 對啊 他要解釋是莫名其妙 然後就說進入司法階段就不管了 這讓我們覺得 而且其實到時候在法院上 一定違約重新去檢視說 那到底艾爾達他取得其他的節目 他在切割出來有限電視這一塊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去做一個授權的 所以變成說到時候 其實在整個法律訴訟的過程中 會非常非常的複雜 會把所有之前艾爾達對外合作的往來 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怎麼樣切割給有限電視 是不是有特別的文字 或是特別把他序名是包含數字 那個數位訊號的問題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其實在整個如果艾爾達 其實當初在合約擬定的過程裡面 早就知道有這種情況 那而且也要故意利用這種情況 來製造這樣的一個 一個講陷阱有點太過分 會講人這樣的一個衝突跟糾紛的時候 其實在法律上有誠信原則的問題 所以其實不能讓坑人 就是我們剛剛在東兵哥講的 如果你又坑人或設陷阱 其實這也要負責承信 而且其實在整個報導上 其實艾爾達的總經理自己也說 其實年代指導也在這種雙載系統底下 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其實代表艾爾達 他自己很清楚 有這樣的一個現況 那這樣不能算陷阱 或是就您的這個判斷 所以我相信將來來講的話 其實包含年代的律師 一定會把艾爾達總經理 他所理解的這些話 作為法院的東西 去營造一個說某種程度 你艾爾達其實你當初 如果知道有這種情況 你就應該要講清楚 而且其實這份合約 我相信應該也是艾爾達事先擬的 那擬了之後給年代 那也許年代來講的話 當初思考邏輯很簡單 數位有線電視 就是把MOD這種互動的情形排除掉 我今天把類比訊號傳送出去 在一般目前的現有的一個情況底下 在做這個互動 不要變成這個高畫質 是互動的情況底下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對年代來講的話 他理解當初可能是很單純 可是你艾爾達 其實當初如果很清楚 有這種情況 你文字就應該敘述的 非常的清楚 排除連數位訊號傳送出去的 都不行 那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在合約上 其實你這樣子做是可行的 可是某種程度你理解到 卻沒有這樣做 卻在文字上 留下這樣一個母語空間 我想在法律程序原則上來講 其實我想是相當不適合的 不過這這樣子有關法律合約的部分 我想再請教一下我們謝律師 其實剛剛我們講了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艾爾達 這個現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當然是把這個有限的部分 讓這個年代轉播 但現在我們剛剛有講的部分 你現在基上核呢 當然都是很多都是這個數位 還有這類比匯流 那按照他這樣的講法的話 那年代花七千多萬 花七千萬 拿到根本是空的一個權利 你的看法呢 我想還是回到一個本質上 到底今天在契約簽署的過程中 年代是不是已經認知到說 好 因為有這樣一個雙載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只願意再扣除了數位訊號的部分 那我去做這個轉播的動作 那所以變成說對年代來講的話 他某種程度 他不可能去接受這樣的一個合約 那對艾爾達來講的話 他是不是當初就是只能限縮 這個範圍的一個合約 所以如果其實這個合約來講 其實就雙方心甘情願 如果其實雙方當時都 當時都認知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願意接受只限於 還是在使用傳統類比訊號的一個 一個環境底下去做轉播 扣除了這些包含有數位訊號的傳播 那其實你今天年代如果願意接受的話 那其實七千萬 七億也好 你年代一旦願意接受 那沒有話講 那可是今天還是得回到剛才的問題 你到底今天雙方這兩家公司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你在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你們今天都認知到有雙載系統 那你們到底今天在這個數位有限電視 數位有限電視排除了條款 這六個字你到底要把它定位在哪個階段 那所以變成說 其實現在也很詭異的一點是說 我從今天一個客觀的一個律師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今天MOD 他有互動的問題 你包含現在在愛爾達常常會是說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猜測的動作 猜測那後來有獎品 所以一定是一個互動的一個MOD 才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機制存在 那在一般的一個有限電視 其實沒有這樣的一個互動機制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互動機制來講的話 如果從今天單純從內容上來講的話 其實這邊就可以切開來講 所以對我們其實這件事還沒發生之前 在我們沒有仔細去檢視這件事 其實這兩個從內容上是可以做切割 因為畢竟MOD從英文on demand 就是你有互動的這樣的一個定義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你只是播送這樣一個內容 你就認為它是侵犯到你MOD的權利 不過再請教一下律師 那如果說現在我們剛剛有講 其實年代它把它的訊號是直接傳給這個 有線電視系統 那你系統的凱博把它弄到數位的這個頻道去 那你這個愛爾達應該找的是凱博 怎麼會找年代呢 我們覺得這個對象是不是有點混淆 當然 同樣的邏輯 今天會產生一個問題 今天凱博的行為 它是跟我年代簽的 那我年代跟凱博之間的契約 是簽了什麼東西 有沒有包含這一段的東西 那當然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你必須去檢視這個契約內容 那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沒辦法做任何的一個評論 那可是今天如果凱博所做的情形 的確侵犯了 到了這個情形的話 會產生一個問題 我年代要不要去承擔的問題 年代承擔 對 因為在法律上來講的話 我今天的下一手 需不需要他做錯的事 我上一手得承擔 那在法律上其實是有很大的爭議 因為最高法院針對你下一手的 做錯的事 需不需要算到我頭上 他其實有兩種看法 一種是說那個人必須我能控制的 我才需要承擔 一種是如果我沒辦法控制 他自己獨立作業的 我不需要去承擔 所以如果今天撇開凱博 是把轉換成數位訊號 去做一個傳播出去 如果今天凱博 把它變成燒成光碟片 拿去賣的話 那今天年代要不要去承擔 所以同樣的一個道理 其實都會轉換到這邊 所以今天如果從這個轉換成一個光碟 拿去賣的話 你今天年代 如果不需要承擔這件事的話 那其實在這個立場上來講的話 其實艾爾達把凱博的行為 算到年代的頭上 其實有他的一個風險 是因為合約的關係 對 因為如果今天最高法院 今天法院的見解認為說 你不能直接把那個凱博的行為 算到年代的頭上 你直接就把它終止斷序 那反而是艾爾達有可能違約的問題 因為等於說你這個行為是不合法的 那我在請問 可是現在不是已經即將要數位了嗎 對啊 所以我也想問律師 等到所有第四台業者響應政府政策 我全問第四台全部都數位化之後 我是不是跟艾爾達算了一個同個平台 是不是 律師這個問題 我想如果到時候那個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看你合約怎麼簽 那如果是真的那個情況底下來講 全部都是數位化 那到時候各評本事 全部去看我誰能拿到代理權 誰能拿到轉播權 那他來做全面性的一個轉播的動作 那當然其實現在這個問題回歸到 現在就是一個混亂的一個制度 那你今天艾爾達願意把這一塊切出來 讓年代去做轉播 那某種程度你就得忍受 他因為這樣的一個轉播的一個動作 影響到你的一個受勢的權益 所以變成說我還是某種程度 變成年代有忍受 觀眾跟著年代一起忍受 應該是說艾爾達 你要必須忍受說 今天人家不買MOD的帳 去還是依照原本的收視習慣 去繼續用原本的這個有線電視 那當然其實這個是一個商業的考量 那其實我剛才有一個沒有談到 是說其實在法律策略上來講 今天有個模糊的空間在 雙方對這個合約 當時候都沒有講清楚 產生了這樣一個模糊地帶 那這樣產生這個模糊地帶來講的話 其實對雙方來講 其實解決空間有很多 包含協商 甚至在轉播之前 就可能其實大家早就預料到了 從一月簽 那接下來二月三月 其實馬上可以針對這邊是 趕快去做修補或等等的動作 可是一直等到這個 要開始轉播了 某種程度已經上線了 那這個時候才來產生這樣一個增值 還是說陷阱已經設了很久 那所以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其實變成說被綁架了 那被綁架你包含收視 包含年代 包含 變成說全部人都繳禍在這裡面 其實我覺得對整個公眾來講是非常非常不公平 那當然其實對艾爾達來講 他其實冒著一個很大的一個法律風險 就像我剛才講的 今天法院不一定會買他的帳 因為他的解釋 其實法院不一定會接受 包括你 當目前看起來似乎是初步接受了 沒有 因為針對年代的假處分的部分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假處分他只是定暫時狀態 法院必須有特殊的情況底下來講的話 我提前去介入 那現在法院對年代的一個申請假處分 是認為你這個沒有緊急狀況 我先不管 所以現在台北地院來講的話 把年代的薄掉了 那至於 那把假處分薄掉 就等於他可以斷訊嗎 這不是 沒有沒有 那代表法院只是說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不給你提前做一個 做一個維持的動作 因為他沒有一個緊急要去做的一個必要性 所以法院他現在在我們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只是剛吹哨而已 今天法律爭議才開始下場要準備踢球 所以接下來這個法律爭議到底今天誰對誰錯 我想三年五年不會有答案 這件事情你必須一審二審三審 一直亂到三年五年 才會有一個結果 所以也許等下一屆這個四足踢的時候 看這爭議能不能解決吧 這四足不會等人 我們先進廣告 時間關係 我們先進廣告 回來繼續聊 律師也是球迷 可不可以從球迷的這個角度來 這個分享一下 如果單純從球迷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包含其實平常 其實在看包含西甲英超 那其實對於這個足球的發展來講的話 其實我其實非常的震驚 以前大概十年前看足球的話 其實那個足球 你可能要過半場 可能都是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之後的事 那可是隨著現在職業化的一個發展 尤其看到英國的那個英超 那英超的話 大概三分 那個兩分鐘 其實就已經過半場了 馬上來那個攻守轉換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其實其他足球之所以運動這麼普及 我想應該是足球 那對於斷訓呢 對於斷訓你以球迷的角度來看 對 非常的 當然 無奈 因為其實昨天也是很努力去找 這個各式的 各樣的一個 到底哪一台要播哪一台不播 所以其實非常的緊張 是是是 尤其又特別涉及到說 德國跟美國 還有葡萄牙的一個問題 加上我本身來講 又是一個西班牙跟葡萄牙的球迷 那西班牙已經不見了 所以就只剩另外一顆牙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的震驚 葡萄牙也不見了 那加上又被斷訓了 連我們律師都已經覺得 昨天都找不到這個頻道 就知道這個影響層面非常的大